据节目新闻报道,近日,救护车送送医院致人死亡谁来担责? 这一话题冲上微博热搜。 此前,江苏的徐某因胸痛家住入住泰州一家医院检查后, 医生认为其病情危重,建议转入盈州某医院的西区进行治疗, 并将手写的转任单交给了徐某家属。 结果,120急救车错误地将徐某送到了该医院的东院区, 而东院区的医生没有及时请西院区相关科室会诊协助诊疗, 以未愈有效的治疗措施,导致延误8小时做过最佳救治时机, 半个月后徐某病重死亡。 事后,徐某的家人将两家医院起诉到了法院。 最终,法院酌情判定,泰州某医院和扬州某医院分别对患者的损失承担45%和20%的赔偿责任。 经判决,徐某家属获赔合计101万余元。 当生命遭遇突如其来的凶险,即使有力的医疗救援是托取生命的关键基石, 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然而,在患者徐某的这一案例中,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与疏忽。 对于一个危重病人而言,其中有多少宝贵的抢救时间,就这样被耽误和浪费。 这些时间足以影响患者的生命存序,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轨迹。 只可惜,在一连串的草率而不规范的操作中,责任层层落空,只留下难以挽回的遗憾。 急救工作与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,怎么能出这么多的错误,捅这么大的老子。 法律给出了公正的裁决,两家涉事医院需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 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,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。 更重要的是,向整个医疗行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。 急救工作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与大意,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安全。 医疗机构应当从这一案件中深刻吸取教训,对急救转运工作进行全面的规范与提升。 感谢观看